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创联行A-House 我是主持人Leo 上一期我们用两条片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了位于珠海 南湾的正方南湾首府的项目 作为Leo2024年其中一个 非常推荐给我们港澳朋友的楼盘 上一期的节目Leo多次用了合适这个词 我认为这个楼盘其实都非常合适 我们港澳朋友作为一个平价入手的退休的好盘 对于退休来说的朋友关注度更加多可能会在住 当然未来可能很多朋友不喜欢开车的情况之下 我们门前的公交站门前的珠海大道 是可以有14个巴士引领大家去到珠海不同的片区 由这里出发我们三分钟可以去到南平和华商都 十到十二分钟可以去到我们的人工岛回香港 对于衣食住行和交通上来说 我给他很高的分数给他的 对于互营来说大家觉得不过不失了 我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私信 这些小三房人码低总价低互营实用 都挺适合我们真正使用上 没错了这一期认着很多观众朋友的要求 和大家上到实体楼 介绍一个比较有亮点的地方给大家 除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丝密的中式园林之外 其实我们的景观也非常疑人 当然我身后的黑白面将军山 作为珠海的五大神山之一 我相信了解十字门了解南湾的朋友 前期这两年有很多的视频编幅 在Leo做这个介绍 好了在我们市中心的位置 可以做到一个小银马的山水兼得楼盘 我们这一期正方南湾首府的实体展示 一起跟Leo探究竟 好 回南天已经过去了 Leo选择最快看到阳光的日子 立即跟大家上到我们正方的实体楼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上一期讲到珠海正方的南湾首府 Leo强烈推荐给大家 我认为非常适合我们港澳的朋友 尤其是是想退休养老那班 为什么呢? 这次上到来现场慢慢跟大家分析 Leo现在上到去 就是他整个一期里面 建了最高的一个楼座 是我们的第一座 第一座14、15的户型是完全相同的 主力是有三个职的 76的三房一次 85的三房两次 和99平的四房两次 南北通的一个状态 好了 上到来现场了 今次我们的介绍 主力是环绕着我们前面 黑白面张军山和湖景的单位 作为分享的 首先先看湖最大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一个西向 西向的这个位置 首先来看看 就是我们的0506火的一个情况 来到现场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方位 首先进入两个单位 它不一样大 它不一样的镜面的单位 左手边、右手边 首先左手边 就是我们85平的三房两厅两位 先来看看这个单位 这次身处的位置 是我们第一座的23楼 23楼 我们可以来靠近 我们露台的一个位置 先来看看我们的方位 首先非常清晰 告诉大家 我们正前方的主要卖点 其实是黑白面张军山 和我们南平的水库 当然南平水库 其实现场做出来的样子 其实是一个湖 当然大家看到 其实整个山体 公园 其实它是受政府保护的 优质自然山体和水体 所以我们正常 普通人走的情况之下 目前是不能上到 去到我们水库堤坝的一个位置 当然 其实先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问到Leo Leo 这个水库会不会洩洪 会不会山泥容易一些 山泥倾射 或者对周边的楼盘产生影响 大家需要明白 这个概念 我们水库和水坝功能是不一样的 水坝 例如大家知道 长江的一个三峡 我们的水坝 主要是用来调节 河道的水位 进行运输 或者 洩洪 调节不同季节的一个 高低水位的功能 还有就是我们发电和储水 而我们的水库 更多的作用 就是用于储水 尤其是这里的水库 主要是提供给澳门的食水 所以这个优质水系的保护 是受地方政府所保护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山泥公园 是一个完全未开的 一个 纯天然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 大家关注的就是 Leo 通过航拍 看到山上很多 工压电站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工压电站 距离我们 是几公里以外的事 OK 最近的一条 上山的这一条 距离我们 都成两公里 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条地 可以用来开发二类住宅 是确保这些电纜 对于我们 是没有真实受到任何的伤害 即是可以微乎其微 包括辐射 和它的电站的影响 所以这里 大家不需要担心 OK 好了 看看这个户型 三房两次这个户型 我们的客厅 小房 和我们的主人房 都是一线 看着我们黑白面将军山的山景 和这个湖景 尤其是我们主人房的这个位置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看着湖体的主要位置 是我们的南偏西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摄影师 对出去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一个偏西南方的一个状态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面前有一座很旧的住宅 这个就是园林保护的工作者 宿舍的一个位置 我们移动大一点 在我们这个方位正前方的这里 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方位就是我们属于一篇正南向的位置 这一边就是正南 所以我们正南向是一个有水有山的状态 山势非常之靓 而且树植是很茂密很清充的 形成一个保护之态 将整个水库包在里面 所以很多注重风水的朋友 带着风水师傅过来看 都认为这是一个最保盆之势 而在这个位置 由于我们是方位是望着大山 这个山距离我们很远 所以我们北向的珠海大道 车路所形成的噪音 就不容易产生了一个回响的状态 大家所说的回音 会不会因为太近山有回音 这个山非常之远 这个山势的高度和密度 就类似我们在唐家湾介绍 九州六城翠湖香山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凤凰山脚底的姿态 非常之近似 所以黑格面的张温山 作为我们珠海城区市区的一座名山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庄严 很有威胁力 很有保护肉的一个山体 居住这里我觉得整体观感非常之舒服 除了85屏的三房两次之外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三房一次的 三房一次的户型 两间房和主厅堂的开间位置 都是面向着我们西南向 也就是望向我们黑格面的张军山 山峰的主体 以及我们湖的核心位置 由于我们这一户是一个偏西户 偏西户的好处就是我们主人房 是距离我们的湖主体面积最近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主人房 睡的位置 早上如果我们坐在窗台 从西南面向东面看进去 整个黑格面的张军山的山窝里面 我们的眼球的覆盖率是最高的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举例 我们现在睡醒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在最西边户看进去 整个山水一体的兼德 我们所谈的兼德 其实在说的是这个画面 我们现在是一个第一座 我们正前方是有14和15 当然14现在卖 最好的其实是15 也是来到最贵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现时下边的一个状态 14和15座都在建立的一个状态 黄色大吊姬的正前方 接着的这两座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视野 当然我们最前方的15座 它会距离我们前面的树植 是更近的 也就是说我们来水 是更近的 所以它的推盘的次序和价钱的次序 就是由一座 14和15 向前推 现在主力就是卖一座和14座 喜欢这个方位的朋友 其实每一座的视野 是没有什么遮挡的 但要最极致的朋友 14和15座就更加适合大家 而我们看到楼下两块空地的情况 我们叫吉地 主要就是我们伦理中心 和配建公立幼稚园的状态 另外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另一块地 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一块 这块地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 一直延伸到我们护城河的位置 大家看到软一点 我们看到一条小河 这条护城河其实是一条明渠 这条护城河其实就是由水库开闸口 一号闸 出来的水就是走这一条 它有效地作为一个 维护市区区内水平行的一个重要功能 而这一块地 就是我们珠海水务集团 所打造的室内滑雪场的这一块地 就算它未来动工的状态之下 它滑雪场的平均高度 最多都是四到五层 最高都不会超过六七层的住宅高度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要在这个楼盘 看到山我可以告诉大家 七楼以上的山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要看完水 要在十五十六开始 十五十六看到水的状态 是一丝的水景 例如这样 我们再向上走到二十三层的情况之下 水和山的比例就会很舒服了 当然我们去到凤凰楼 好 例如这样 我们会看到其实整个山体 距离我们是会更加疗阔 水景的阔度也会更加大 视乎大家的预算上 能不能够达到大家想要的景观的一个姿态 好了 这两个山房户型是属于我认为很适合我们的西银马 我说的是二百多万总价 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 这样会所质素的一个楼盘 好了 有另外一个积极 非常之受我们说的朋友喜欢 就是我们的九十九平的一个户型 是我们的一个西向的01户 01户 好了 好了 这个01户 其实在现场来说 我们会看到它做了一个南北通的一个状态 它的采光来说 会比我们的小三房更加通透 但是 小遗憾的地方 就是我们入门的第一间房 当然 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隔离它 将个厅做了一个extension 这间房做extension的好处就是 本身这间房就是一个 看着隔离这个单位的后面的一个角的位置 它采光本身来说比较差一点点 主力都是看厅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厅的位置 为了大家多看一些景观来说的话 其实比较适合 将梳法搬到靠着这一幅墙 这一边摆电视机背景墙 在现场Leo看到来说 我就会觉得前面这个单位 对这个露台的遮挡 大概是会有三分之一的 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镜头拍出来的观感是怎样的 我在现场看来说 我觉得就遮挡了三分之一 画面上涉及三分之一 至于房间来说 遮挡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细房和主人房的景观上 我们都是主力望向西南 也就是我们的水体最丰富的一个状态 这个积是一个很小的南北通的四房 它的可换性很强 可改动性很强 当然在景观上它是边位 一定会被前方的单位有少少遮挡 但是它的性价比依然非常高 这个户型是我们比较多的朋友喜欢的 好了 西面这两个港元 在东面三个户型 和我们刚刚所介绍过的76 85和99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第一座和14座 它东面的亮点就认为比较少了 为什么呢?我们来这边看一看 首先我们再来回归一次 首先我们看着山的方位 是我们的南向 山是我们的南向 也就是外面的大马路是我们的北向 我们先来看看马路对我们的影响 北向这个方位 望向后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南平工业园 南平旧村的一个状态 这一条是珠海重要的主干道 往来我们华佛双都 或者是港珠澳大桥 都是必经这条路的 去双都开车3分钟 去大桥口岸开车10到12分钟 车程就很方便 而东向我们可以看到 东和西最大的不同 我们在第一条片都感受过 取一个最舒服的景品 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们这个户型 露台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东向 现在在我们一期的 柳黄13、12座 未起好的阶段 我们会看到很漂亮的山景 但是如果在后期收楼的时候 中间这些同是31层 32层高的楼 就是这个主体造号之后 我们整个东向 是会被禁止的 所以在第一座和14座 这个单位 小三火的东向单位 85、76是会特别便宜的 因为我们会禁止的 我们主要是望向二旗的位置 但是看回我们正前方 我们在视频上一期介绍过 我们正前方是一个13座 和12座 独梯独火 专梯专壶的一个设计 我们正前方 越过去我们碟碎的高度 就是五楼 是第五层 OK 但是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的CAMMAN 跟着我 我们在这个视角看出去 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一边的树 是会比较高的 就是我们整个盘 偏东南向的这一棵树 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 喜欢我们大单位的朋友 要注意 我们要高过这些树 并且可以以一个 俯瞰的姿态 看到这样打斜 看在水里的话 我们的平均层数 一定要高过20 就是我们对于柳黄的视野 我们要求更高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楼层 一定要选得更高 才可以看更多的水 当然 我们西面的这一边的水 就不影响的 不影响大家的 而柳黄的整体的高度 的密度 由于它是一个 专梯专火 只分东西户的状态 告诉大家 正前方 山景 绝对是没有遮挡的 只要你的高度是高于五层 望山肯定不会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要看更远的山的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会越高越好 在楼黄的状态 都跟大家说了 例如我们170平上一条片介绍过的一个单边的彩光位 我们会看到13座偏东向的灵异位 我们永远都会和12座产生一个自然的击 而这个击面前看到的碟碎 都是一个五层高的建筑物 所以想要170平最极致景观的朋友 就买13座二单元的灵异 望着去东向的这个位置 那你这个单位 早上的彩光就在歌座山 日头的彩光就在这座山 那整体观感你会被一个山群所包围 那这个我们前期有视频我们研究过的 那想了解更多资料的朋友 都可以联系LEO和大家 索取更加多的资料 那好了 而选择我们东向单位的朋友呢 在第几座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就是我们第15座 好了 那15座他将来在年中之后会做一个加推 那15座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看一看 我们的CAMMAN在这个角度这样拍出去 最前方大家看到 那里就是我们15座两个东向的单位 那由于我们15座并排的是一些五层高的碟碎 大家可以理解 如果大家买76或者85平的单位 或者99平的单位 我们高楼层主要都是望这个朝向 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兼顾西向 也就是说我们在15座东向单位的视角上 可以将整个山体公园3D地吃进来你的家里 那这个单位当然我认为肯定是会在小单位里最贵的 但是针对我们香港的朋友呢 我们既然买小色我们买好一点 住得好一点 那这个环绕级的3D的山体公园呢 就真的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实体楼之上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现场的一些布局 给大家更加真实的一个现场的展示 那希望大家如果了解到真实情况之下 都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了解 对于这个楼盘 那当然了 大家如果通过右手幅的电话 来到Leo Leo也会将一些行拍的资料 兼顾我们在现场拍的一些细节 分享到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最真实的还原 来不到现场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真实的环境 那当然了 再次回顾和总结一下 就是正方的这个楼盘 是Leo在2024年比较推荐的一盘来的 那尤其是 银马不想放这么大在内地 那想买一间屋来退休养老的朋友 兼顾有比较好的会所设施 有比较好的view 那也有比较方便的交通路线 那我认为这个盘来说 性价比这三个字是非常之符合的 尤其是现在 我认为它买的价钱真的不算贵 二万多三万元 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很近市场 很接地气的价钱来的 那再次用它合适这两个字 我认为这个盘就真的很合适 大部分港国朋友对内地楼的一些幻想 那这期节目主要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盘感兴趣的话 都欢迎 连接右上方的电话 找到Lio跟大家做更加详准的分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